继续我们把鸟类漫谈第二部分也给他讲完吧 这一段就讲孔雀了 前面那一个部分有讲到孔雀呢 那么在 不是在全世界都被认为是幸运的一个象征 可是在印度 确实觉得是很幸运的 我们下去再看 中国跟日本的情况孔雀如何 我们看 Picas are also highly valued 这动词在这边 孔雀在中国以及在日本都是highly valued highly就是十分的相当的value受到重视 这个also同样的也很受到重视 跟印度一样 印度认为是这个是运气好的好的一个鸟类 那么在中国在日本也是一样很受重视 会有就是加进了一个地方的副词 关系副词来说明前面这个地方 日本还有中国这两个这个地方 在这两个国家里面呢 就是一直到这边才结束 被被是指孔雀代替孔雀 孔雀呢 are kept 被饲养 kept us 当作被当作什么来饲养 simple simple就是象征 被当作一个象征 by the ruling family by the ruling family 被这些ruling family 什么叫ruling family啊 ruling就是统治的那些family这个家族 就是皇宫啊 皇宫贵族 好被这些这个统治的那些家族被饲养 当作一个象征 就是你养孔雀就表示 哎那这个是王宫贵族的家 看到孔雀 孔雀就是当作这样一个simple 这样一个象征 后面我们再来看 to什么 养孔雀 来什么东西 their status status是地位 and wealth是财富 所以第四个答案要选动词 那么这些统治阶级呢 养这个孔雀 来作为一个象征 来怎样 他们的身份地位 还有财富 现在我们看 a replace是取代代替 第二个 disguise是隐藏 隐藏 藏起来的意思 第三 distinguish distinguish是来区别 来辨别 第四个 represent是来呈现 来代表 哎答案这个就对了 来代表他们的地位 还有他们的财富 嗯 这样就合理了 好继续 我们来看 however 你看 刚刚讲 在印度 在中国 在日本 都认为孔雀是很好的 很高贵的一个鸟类 现在又来转一个however了 然 而 又来转了 然而就是表示 刚刚讲正面 现在可能是转负面的了 这就是转折语词的运用 however 然而啊 the peacock receive only scone scone是责骂 责备 他说啊 孔雀啊 会 这个 receive 会收到 会得到 only 只会得到 scone 责备 也就是说 孔雀都是被骂 都是被责备 从 哪里啊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从 世界 其他的地方 the rest 是其余的 全世界其余的地方 那么孔雀就只有得到 只有得到一个 被责骂之名 但是在日本 中国 印度 孔雀被认为是好的 运气好的一个 一个鸟类 世界 其他各地 却不是这样子 孔雀 看来孔雀骂翻了 为什么 后面就讲原因了 the favours 这个羽毛of Picas 孔雀的羽毛呢 are considered 被认为 被认为是怎样啊 the most 什么part of bird 是鸟类里面 最什么的 一部分 为什么 来后面 我们来看 先把句子完成 because because 是因为 因为 这是连接词 因为 the eye shape 前面不是讲过吗 孔雀的羽毛 有很多像眼睛 类型的 所以the eye shape 像眼睛 这种形状的 the mark mark 就是标志 斑点 孔雀 孔雀羽毛很多 这样子 像眼睛这样一个斑点 andone andone就是 在他们羽毛上面的 那些 像眼睛的斑点 are associated with 被什么 连接在一起 are associated with 跟evil eye evil eye就是 邪恶的眼睛 被 跟这个邪恶的眼睛 连接在一起 所以人家一看到 孔雀 这个羽毛上的那个眼睛 就马上会想到 这个都是 邪恶之眼 邪恶之眼 会带来厄运的 因此第五个答案 应该是讲说 最怎样 因为邪恶嘛 所以应该是讲 不好的一个一部分 我们看 有没有答案 是这样不好的 好像可以 unlucky是 unlucky是最不幸运的 最不幸运的一部分 没错 这个因为 这个羽毛啊 羽毛上的那个 眼睛的类型的符号 被什么 邪恶之眼 连接在一起 第二个 logical logical是很合理的 illogical IL是指 否定的自首 illogical是 这个 不合理的 不合逻辑的 illogical impossible是不可能的 unnecessary the UN也是一个 比较否定的自首 unnecessary 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 应该要选的是 a unlucky 最不幸运的 好 最不幸的 鸟类的一部分 因为 好像是邪恶之眼 后面再来看 to be in 这个就是不定词 当主词了 好 这不定词当主词 后面马上要接动词 你看后面有没有动词 有 在这边 这个是动词 所以前面就是不定词 当主词 to bring the evil eye into the home 你如果把这个 evil eye 邪恶的眼睛 into bring into就是 带这些邪恶的眼睛 带到家里面来 意思就是说 你把孔雀带到家里面来 bring into 就带进家里面来 就是因此如此 孔雀带到家 就被认为 被相信 是 怎样 to invite trouble and sorrow 你把孔雀带到家 就被认为 是 怎样 带来 招来 trouble 麻烦 招来 困难 招来 忧伤 带来 悲伤 带来 灾祸的意思 所以 只有三个国家 这个 印度 中国 日本 孔雀是 好的 这个 象征 带世界 其余的国家 统统都认为 不好的 因为那个 有邪恶的眼睛 它虽然是很漂亮 可是那个羽毛 人们认为 会带来 厄运 好了 这就是鸟类梦谈的一些 这个内容 老师就分析到这个地方